朋友们好 欢迎大家来到十八十六教女制作VR研究的课程 上一节课呢 我们分析了手柄模式 并且做了一个操作环节 跟大家演示了一下手柄模式的主要功能 这节课开始呢 我们就开始动手把实际的手柄硬件制作出来 我们看一下今天这个课程PPT 这节课对操作的要求比较高 难度也就是在焊接这里 还有就是一些电路焊接的注意事情 包括这个即兴啊 还有这个连接要可靠啊等等这些 我们这节课会以这个图片的形式 把这个整个手动焊接的这个过程展示给大家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这节课的主要内容 动手焊接这个硬件 在焊接开始之前呢 大家需要准备一下 需要的材料和工具 这个工具先说一下 工具的话呢 可能大家有一些工具 可能不是每个人手上都有的 所以大家就找一个可能替代的功能相近的就行 比如说第一个这个条纹焊台 如果大家手头有烙铁 但是烙铁不能条纹的话 也是可以凑合用的 然后剥线前 这个呢如果没有剥线前的话 那么有一个磕刀也可以 可以把这个导线表面的这个橡胶给它割掉就可以 然后镊子这个应该算是比较必须的 因为我们有一些微小的这个小部件 比如说这个暗线的小银角需要用镊子来夹和这个把它掰一下 然后焊锡丝这个是必不可少的 焊接一定要焊锡丝 弯阳表这个也建议大家背一个 这个是焊接最后的效果 包括这个检测有没有漏汗的地方 虚汗的地方都需要用弯阳表来检测 那么这是几个我们主要用到的这个工具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材料 材料的话呢 我们需要这个小按键是十个 之前在这个采购清单里的时候 我跟大家推荐过 就是头发上买的这个小按键的这个链接 它里面一般都不会一个一个卖 而是五十一百的卖 因为它一个很便宜 所以我们这次用十个也不要紧 大家应该都背齐了 彩色杜邦线一杂 这一杂呢 要个数大约十来个吧 那么十个到十二个的样子 然后一定要彩色的 不要买同一种颜色的 这样你后面信号线会区分不开 摇杆需要一个 一般我买的时候都不会只买一个 因为一个加上邮费的话 那个一个摇杆的价格不是很贵 所以一般我会买四五个的样子 但我们这里只用到一个 多余的剩下的呢 大家可以做一些其他的小制作 因为这个摇杆还是比较有用的 它本身是两个电阅器 就是我们之前接触的那个滑动变速器 是两个X方向一个和Y方向一个 万用版 这个万用版的话 可以买单面福同的 也可以买双面的这种 我这边手头随便找了一个双面都有金属的 就两面都可以换接的 但是我们实际上只在背面换接 正面是不换的 所以大家如果买了单面的话也是可以的 另外还需要一个排针 排针的话它是2.54间距的一排 短的小金属棍 这个我们是需要跟蓝牙模块去连接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准备的材料和工具的整个一个合影 然后在这个里边 这是调温焊台 可以零度到400度 然后以每一度为步进调节温度 当然这种是数字式的调温 也有模拟式的调温 就是这边有一个旋钮 可以旋动一下 这个起始温度呢 有一些是到不了零度的 比如说它会从这个100度以上开始 因为100度以下可能就对焊接来说没有什么益处了 那个锡子也不会画 调温焊台 这边是镊子 这个是 这个部分是涂成黑色 这是防径电的 然后是尖头的镊子 剥线钳 就是用来把这个导线上的这个绝缘橡胶剥掉 然后汉锡丝是这种 汉锡丝5毫米和3毫米的直径的都可以 它里边自带松箱 所以我们这个准备工具里边就没有让大家准备松箱 这里一个锡丝 外边是千锡混合金属里边是那个松箱 然后是万用表 这些就是我们所需要用的这个材料 我已经放在这个万用板上了 这个排针 摇杆还有小按键 等这些 然后这些黄黄绿绿的线就是我准备的排线 这个颜色一定要有所区分 然后不要都选同一种颜色的那个排线 我们焊接之前要做的准备工作呢 就是先要把这个按键的位置布局排布好 一般情况下 是焊接之前就把这个位置分布好 然后不要焊一个去分布一个位置这样容易错乱 提前布置好按键的位置 然后按 这个还有另外一个好处 就是说安放按键的时候呢 可以把这个方向统一 这个方向统一这个事情是很重要的 就后面我们再说为什么要统一下方向 然后这个大家安放这个按键的时候 可能会发现这个按键的 四个腿的这个位置跟我们这个万用板上的这个恐惧不太协调 就是差那么一点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就用镊子轻轻的掰一下 使这个按键适应这个万用板的恐惧就可以了 然后最终的目的就是把它按进去 按进去之后 就在万用板的背面 能看到按键的金属管角 这样就方便我们焊接了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按键的四个角 实际上它是分为两组的 好奇的同学可以拿万用表测一下 它分为两组 组内的是相连通的 也就是说它是导电的 就是组内的两个引脚是内部接在一起的是导电的 组间的只有按键按下的时候才导通 所以四个引脚实际上就等效成两个引脚 我们实际用的时候也是只用其中的一组 另外的等效的相连的那组 我们是不焊也不接的 摇杆的布局 这个摇杆是作为方向控制的一个被选的方案 就是当我们用鼠标模式的时候才用这个摇杆 如果我们平常比如说切换电影的左右左右方向 选择电影的时候呢 我们就用那个按键方向按键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摇杆实际上是放在这个方向按键的上方 然后方便手波动的位置上 那么摇杆这个 它的这个机械固定插针与弯用板的恐惧不吻合 这个东西 你往侧面掰也掰不动 因为它比较厚 比这个小按键的管脚要厚得多 所以我们就不往侧面掰了 直接把它掰平了 用镊子把这个固定的插针掰弯 掰弯之后让这个插针与弯用板平行 这样信号引脚就能完全接触到弯用板的孔了 然后这个固定插针也不会影响我们去焊接 后面有图片 我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是怎么掰的 这个是位置布局的示例 我们现在这个按照正常来讲 这边这四个是方向控制 就是上下左右 然后中间是开始和暂停 这边是AB和ABB 就是开枪跳 然后连着开枪和连跳 上面放的是摇杆 这是我们的一个布局 刚才说的这个 摇杆的安装需要把这个固定插针掰弯 就是在这里 大家可能应该看得清楚 本来这个固定插针是向下的 但是它向下的话 跟这个弯用板上的孔 哪个孔都对不上 所以就把它掰弯了 掰弯了之后跟这个弯用板平行 这边也是 这两个也掰弯掉 这两个掰弯之后 中间这电缘器引出的这三个引脚 就可以刚好嵌到这个弯用板的孔里边 那么这样也方便我们在后面焊接 好 这个部分 大家要特殊注意一下 不然你可能焊不上这个东西 这个是掰弯引脚的另外一个示例 就是在这边 换了一个方向看 然后刚才说这个小按键要整齐的排布 方向要统一 这究竟是个什么方向呢 就是这样的 这两侧 在这个按键同一侧分布的 实际上是不同的组的 也就是说 这个引脚和这个引脚 只有按键按下的时候 这两个引脚才会导通 然后我们就一顺按照这个方向 把按键排过去 这个引脚和这边挡住的这个引脚 它是一组的 电器上是相连通的 所以我们就按照同一个按键处理 我们排布的时候 就这样一顺排过去 大家也看得清楚 都是这样排过来的 然后我们初步焊接的时候呢 就是按照刚才我们固定的这个布局 把这个按键和摇杆 统统在后面用焊信把它焊住 然后就在弯用板背部按键和摇杆 焊接牢固 现在我们能看到一些小焊点 就是我用来固定这个按键和摇杆的 摇杆因为我们把这个固定的插针掰弯了 所以它最后只剩下六个键 就是这一个和这一个 六个针角 这六个针角就是两个电源器 电源器的两端和中心抽头引出来 一共六个 后边这些是按键的排列 一顺过来 排列的整齐焊出来的东西就好看 固定完了之后呢 我们要进行一个很重要的操作 就是焊接地线 使用焊锡或者导线 把这个按键 临近底部的一组引脚连接起来作为地线 我这里边没有用导线 我只用焊锡脱锡的 就是把焊锡融化之后 让它再凝固 凝固成一个导线的形状 用焊锡脱这种当导线这种方式呢 可能对焊接者的这个经验要求比较高 对这个烙铁的温度呢 也是有特定的要求的 所以呢 大家可以不用像我这样用焊锡脱当导线 其实可以不用采用这种脱锡的方式 只用导线去焊接地就可以 然后这个D焊接完成后 先让大家使用万用表的发声档 也就是测通断的那个档 测量最左边的按键的D和最右边的按键的D是否连通 如果连通的话呢 就万事大吉 证明这个焊接是没有问题的 也没有虚焊 如果没有连通的时候 就必须沿线追查 直到找到信号线断掉的那个部分 然后重新焊好 由于我是用这个脱锡的方式焊的 所以我在检测的时候就发现有一个地方虚焊了 所以最后是补上去的 大家焊的时候也需要注意一下 这个一定要用万用表检查一下 不然后面的bug就是很多很多 你就不能确定是软件的bug还是硬件的bug 焊接摇杆电源器的信号线 这个部分是使用万用表确认摇杆的两个电源器 均为10k 那么静止状态下的信号线与D线的电阻呢 约为5k 这个静止状态就是指我们不去拨动这个摇杆的键帽的时候 使用万用表还得确认一下电源器中间抽头是哪个引脚 一般情况下是中间的那个就是中间抽头 但是也有特殊的电源器 它中间抽头不在中间在两边 所以呢大家还是确认一下比较放心 中间抽头作为信号线引出的时候 两端的引脚一端接到电源上 对于我们这个系统来说肯定就是3.3V了 因为我们那个弹片机上的这个ADC接受的电压是0到3.3 电源线接到3.3V 然后另外一个端就接地 两端引脚一个电源一个地 接下来呢 焊完这个摇杆之后 我们就是焊接排针 排针的是2.54间距的 直接跟这个万用板的这个孔的间距是匹配的 所以直接往里按一焊就可以 那我们焊接这个位置呢 是焊接到这个万用板的最上端 就是偏右 右上方 大概在这个位置可以看一下图 我们这个手柄在这 摇杆在这 然后这个连接端在这 焊完这个排针之后 我们接下来就是焊接这个信号线 目前所有的按键都是一端接地 一端扶空的 这样的话呢 我们首先将这个D线引出到排针 接下来引出电源线 电源和D永远是这个系统中最重要的 然后就依次将按键的这个信号线 引出到排针就可以了 引出到排针主要是用之前的那个彩色度帮线 所以这个 我跟大家说一定用彩色的原因 就是我们的信号线还是数量有点多的 十几条12条 加上电源和D一共14条线 如果你有同一种颜色的线的话 你很可能就到时候焊完就对不上号了 最后引出摇杆电源线的两个信号线到排针 这是因为他们两个是模拟量 不是数字量 放到最后也好区分 这张图就是我们焊接完成时候的这个样子 注意看这些线都是彩色的 并且相邻的两个信号之间的颜色是不一样的 这个就很好区分 它是哪个位置的哪个按钮 这个地方是电位器 也要接地和电源 电源是红色的线 地是黑色的线 很好区分 我们这个焊接当中这个注意事项 刚才也跟大家提过一嘴 就是说地线一律用黑色的 不要用其他颜色的 电源线一律用红色的 这两个线是颜色非常明显 一眼就看得出来的 如果错了的话 也是一下就能查出来的 线号线的颜色是随意的 但是相邻的线号线颜色 不可以用同一种颜色 这样会导致乱了 因为我们的线并不是像PCB一样 那种笔直的硬质的线 就不会变形 我们这是导线 你有的时候用手一碰 这两个导线就交叉了 然后这颜色你就不好找了 所以相邻的颜色的信号线 不要用同一种颜色 焊完之后 还需要有一个检测环节 就是我们整个这个 手柄的硬件 焊完之后 还有一个检测环节 我们要再次使用这个万用表 在牌帧上面做测试 这次的测试方式是 万用表的一个表笔 接到这个地线那个牌帧上 另外一个表笔 连接按键的信号线 然后这个时候呢 可能 这个不熟练的同学 可能需要两个人完成这个操作 因为是两个手控制两个表笔 还要有一个手去按按键 当然这个 两个人是最方便的 按下按键的时候 如果万用表发生 那么测试就通过 如果万用表没有发生的话 说明这个按键这里是有问题的 那么你就去查到 是按键接地不牢固 还是这个线焊的有问题 直至所有的 按键都被检查通过之后 那么我们这个检测才算通过 一个检查完了之后 表笔就移动到下一个信号线的 排针端子上继续测试 然后摇杆电位器这个部分呢 是测试方法跟这个不一样 它是使用这个 万用表的欧姆档进行测量 因为它是个 电位器 所以你拿这个通断档去测量的时候 它始终是断的 因为它是 电阻总会有那么几百欧以上吧 50欧以下 万用表才认为是导通了 所以这种时候你可能用通断档 量这个电位器量不出来 这个时候我们就把这个万用表 切换到欧姆档去测量 摇杆电位器的测试呢 就用这个欧姆档 测试的时候呢 需要注意 这两个电位器原来 焊接之前我们测试都是10K的 但是焊接完了之后 它们两个相当于并联了 这样的话 10K10K一并联就变成5K了 所以电源和D之间的电阻 就变成5K了 你不要测一下 发现是5K 以为这东西坏了 没有坏 它是两个10K并联的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检测的是 摇动摇杆 这个中间抽头的电阻值 将会在0到5K之间变化 你往上摇的时候 它可能接近0 往下摇的时候接近5 中间的时候大约是3K左右的电阻值 这样的话呢 就说明这个测试通过了 那么波动摇杆会引起电阻值变化 然后上电之后 它会引起这个7号的电压变化 这样我们就可以检测出来了 好 那么整个这个硬件焊接部分呢 就跟大家说到这里 因为我当时焊的时候 没有拿摄像头 把这整个过程记录下来 而且这个时间也比较长 所以就找了一些中间关键环节 以图片的形式展示给大家 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 记住这些注意事项 然后照着图片一步一步焊起来 最后应该是不会有太大问题 因为这个操作难了一些 但是基本电路图的原理上不是太难 好 今天的课程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次课程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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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